這個芒果長得有夠誇張了 再一點回去做芒果青了 當然不是今天農場最主要的 輸出的目標地 自然循環達到永續 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再次來到達永魚菜工生 因為上個禮拜我比較忙 就沒有在拍視頻給大家看 那這個禮拜呢 剛好是清明節 我也是剛掃墓回來 那就是順便來農場外面的芒果樹 摘點芒果回去醃個芒果青 甜甜酸酸的滋味 的確好吃 原則上因為芒果就開始成長了 清明節也到了 再來的時間就是進入夏季 那進入夏季 氣溫會慢慢漸漸的炎熱 大家在種植這個蔬菜的時候 就要慎選夏季的蔬菜 比如說顯菜類的啊 挖果類的啊 還有空心菜啊 這些都很適合在夏季種植的 那今天到來這個農場這裡 就是尋常一下 看看水系統有沒有問題 然後PHS有沒有穩定 然後上個禮拜 上上個禮拜種植的那個苗 有沒有正常的成長 大概今天視頻就這樣子 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上上個禮拜 種植的蔬菜啊 現在都長起來了 但是這已經是最後一批了 因為要進入夏季了嘛 這是最後一批 如果這批再來的話 可能種植就不太合適了 因為氣溫慢慢漸漸的高了嘛 因為氣溫高 這個水溫呢 漸漸也會提高 那水溫提高了 對這個水中的溶氧率 會有絕對的關係 那溶氧率 溶氧率低下 那當然就是對植物的 這個根部的呼吸 都會有直接的影響 所以說在夏季種植蔬菜 我們以水根來講 就是魚菜共生 會在這方面呢 會稍稍有點困難 除非你的水本身 有經過冷卻系統 那通常這樣子的農場 都是屬於比較智慧型的 花費也相對的大啦 那當然我們 不需要到那種程度 就種夏季適合的蔬菜就好 比如說 鹹菜類的啊 瓜果類的啊 還有那個 空心菜都非常適合 就是夏季的蔬菜 那因為這一批 萵具跟青江菜 大概介於35天到45 5天左右 也是在5月中 左右就可以收成了 那進入6月以後 就會改種其他的蔬菜了 那成長起來都很好 大家看得到 那苗都蠻茁壯的 那唯一的問題就是說 因為我們剛是 剛當初苗栽種下去的時候 根部會比較 比較短齁 當然一樣可以吸收到 那個水中的養分啦齁 那當漸漸苗越來越大的時候 它根部已經 完全浸潤在這個 營養水裡面 齁 就必須要讓它有點空氣齁 讓它能夠呼吸 很多網友都問我說 奇怪 你的這個水 怎麼都沒有在打氧 植物都不會被淹死 事實上 這是水跟床 跟水跟紙板上的功勞 然後加上 我針對這個水跟床的長度 跟水的流速 都是會有些考量 所以我就不需要再多的打氧 因為我們深水市的 有一些齁 是不是用水跟床 它直接就是 一個 就是圍起來一個小方塊 那直接那個保麗龍板放上去 那這樣放上去齁 你必須一定要在裡面打氧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那個空氣層 讓那個植物呼吸 像我這個齁 我翻給大家看一下齁 這個根部長的形勢是怎麼樣子 大家看得到這根部都長起來了齁 有看到這個一些 底下這些凹槽了嗎 這些凹槽齁 這個水跟床板齁 基本上 它是針對我們這個 雨曬共生還有水跟 專用的床板 這中間凹下去就是它的空氣層 所以水面在膠貼 貼在這最最邊邊的時候齁 中間還會保留空氣層 讓這根部能夠呼吸齁 但是如果你純粹要用使用這樣子的方式齁 其實也並不穩固啦 你還是得要調整一下水位齁 那我們水床板齁 水床齁本身也是有特殊設計的齁 那有些網友齁 他有打電話來問我這個 有關這個水跟床齁 要怎麼獲得齁 因為有些是在可能在馬來西亞 或者是中國啊 或者是甚至美國 新加坡 甚至澳洲都有齁 有電話來問我齁 不是電話 就是E-mail啊 來跟問我這個 當然我會貼連結給他 我個人認為是公益善其是必先利息器 如果說我的建議是用水跟床 可能這個幾率 存活幾率會比較高 那你在電力在使用上面 會相對會比較少一點 因為我也不曉得要怎麼樣去協助你們齁 去把東西齁 寄到你們的手頭上啦 那可能我還要另外再去思考 怎麼去幫助你們 因為蠻多人在問我這個區塊的齁 那在這一兩年 這兩年來齁 我使用這個水跟床板是 我想到非常多的 我自己本身也曾經用深水式的 然後也出現很多問題 當我改使用這個 這個正統的水跟床的以後呢 我以前的問題齁 全部都沒有 都迎刃而解了齁 而且這個是保麗龍齁 使用的年限非常的長啊 業者是跟我講說齁 搞不好你 上天了 它搞不好還在啊 而且它又特別的乾淨 那你在栽種的環境條件之下 如果不是非常的糟糕齁 基本上齁 就可以一直用到底 因為這外面我們還會放一層 這個 防水膠布啦 實際上它是在裡面齁 所以原則上 它完全都不會被陽光照射到 所以說你要等它壞掉齁 基本上是 除非你是在上面踩踏有沒有齁 要不然的話這樣子基本上是都不會壞掉啦 可能會比較會壞掉就是 長期曝曬在這個 外在環境條件上的這個 床板齁 那個沒有那個 紙板齁 比較會 有可能齁 但是水跟床是絕對不會壞掉齁 這可能就是花這麼一次啊 那一輩子都可能都不用再那個了 因為 太多的朋友在問這一塊齁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齁 我再幫大家問問看 那看怎麼樣寄送到大家的手上齁 我也是要問一下大家的意見 如果有人需要的話 您可以留言給我啊 或者是用Email的方式來給我 看怎麼樣能夠交際到您的手上 希望對大家都會有幫助啦齁 我純粹都是希望幫助大家 能夠在魚菜共生這個區塊齁 能夠走得更順一點齁 呃 其實有時候DIY也是OK的 你DIY可以吸取到更多的經驗 但是有時候 DIY的話 還不如用現成的齁 會來的比較容易一些啦 當然不可能說 每一次都 自己DIY都這麼準確嘛 那有時候你DIY下去的時候 又要考慮動考慮吸的 那我們這個基本上都是現成的齁 您就不用考慮這麼多了 因為實在是蠻多人在問我這個東西 啊怎麼弄啊怎麼弄的 我是都跟他們講說 要嘛就我幫你找 然後我就寄給你這樣 那你自己再拼裝起來 拼湊起來 那我再拍一些視頻齁 讓大家看一下 那你這樣自己做起來齁 就完全是沒有什麼問題了 那邊邊這個 這個架子更簡單了齁 就 用木板齁 或者是用木板邊邊就這樣給它架 架起來就好 其實 完全都沒有困難 這個用木板釘啊 釘一個方 就是把它固定 把這個床固定住而已 並沒有什麼 太重要的地方 要去注意的啦 一般 一般來講的話 只要 您有朋友齁 有關這一方面的 這個 思考 都可以做得到 都可以做得到 不會 讓大家覺得想像的這麼困難 因為目前我的朋友們齁 幾乎都已經改用這樣子的方式來種植齁 相對的管根的方式齁 它會比較有彈性 就是在你家裡空間這樣子 可是它還是會有一些缺點齁 因為 根部的吸收啊 還有水位的高低齁 你自己都要調整啦 像這個調整的話 就基本上在最尾端這個地方齁 上下做調整 整個水床齁 你水瓶抓得好 原則上問題都不大啦 再來就是 如何設計整個系統的 易流齁 如果說有看過我家庭 這個魚塞共生視頻的朋友們齁 可以再回去看我家庭式的魚塞共生 它都是使用易流的方式 最高 中 低 然後蓄水池是最低的 我們完全用易流方式 只有一顆馬達運 20小時 還有一個打氣棒 20小時運行而已 其他就沒有了 那平常補充的水分也非常的少 不用擔心那個花電費的問題啦 因為 那個馬達才十幾瓦而已 十幾瓦而已 說實在的 健康比較重要啊 如果是自己要吃的 這個電費一個月也不過百來快 並沒有時候很貴 如果說一般您有在工作的話 都可以負擔得起 那今天這個因為 這個風蠻大的齁 我的草莓也長得非常的瘋狂 帶大家看一下 然後介紹完草莓以後 我們今天的視頻就可以到這邊了 這個草莓就是 從旁邊分過來的齁 分過來 你看它長得很好 就是這一顆分過來的 你看它旁邊又長出來的 其實我最怕就是這種會亂跑 亂爬的 它就瘋狂爬 你看這邊又一個的 種都種不完 這邊你看氣根又出來了 這邊又跑過來了 種都種不完 草莓是ok的齁 沒有問題齁 如果說您是用管根的話 或者是比較 像我這個 戒指一半的齁 像我這個其實我這個戒指齁 它一半一半這開更長 可以種更多草莓啊 基本上這個 紙板上面也是可以種草莓 這裡邊邊 邊邊這一排 你可以把它改成比較 三寸 三寸的杯 三寸杯 你這一排全部都可以種 另外這一排也可以種 就這個都可以很彈性的 就按照你自己的喜好 所以這個床板非常的好用 ok 那今天的視頻就分享到這邊了 謝謝大家長期以來的支持 歡迎分享與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